今天凌晨桃園的園警 發現這輛小客車非常可疑 先是違規右轉 要他停車受檢 不但不理會 反而是加速逃逸了 警方是沿途追車 後來強制破窗 才終於結束這場追逐戰 最後也發現這兩個人都是毒品同棄犯 請醫生大響 園警大聲 鶴斥要嫌犯下車 乖乖就犯 事情發生在十五號凌晨 園警執行行務時 在桃園區龍獸街和中山路口 發現一輛小客車相當可疑 首先是違規右轉 園警察覺有異狀 要小客車停車受檢 但駕駛不聽 反而加速逃逸 沿路闖了好幾個紅燈 甚至逆向行事 園警在後方追著小客車 沒想到卻看到驚險的這一幕 在大溪交流道上小客車失控撞上一旁的大貨車 園警趁這時候往前開擋在小客車前面 沒想到卻被小客車用力追撞 警車遭到撞擊後 左後方保險桿損毀 警方擔心事態擴大波及其他用路人 於是強制破瘡 過程中還造成圓警左手手指割傷 之後卻發現案情不單純 隨後發現車內二人皆為毒品通緝犯 並一舉查獲犯嫌持有海洛因 氾激他命粉毒品 全案依法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原本只是零檢 但是小客車的許動實在太可疑 讓警方起了疑心 沒想到這一追居然追到毒品通緝犯 當場仁葬聚禍 記者最後的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